這個呢 是那個彈力圈 套在膝蓋上面 這要套進去 你的腳 對 套在膝蓋上面 一個拳頭的距離 很緊耶 很緊耶 我還沒光套就受傷了 距離大概一個拳頭的距離 這好像拖了一半要大便 有 你還好嗎 對 有那個張力對不對 對 腳大概圍張 有那個張力 那我們現在先做第一個動作 是深蹲 最基本的深蹲 手可以用握拳 或者是放在肩膀上面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子 往下蹲 瓜哥有健身有差 對 瓜哥你背要打直 背要打直 背要打直 對 大概做個大概二十下 什麼 笑靈之中 太緊張了 接下來第二個動作 瓜哥很輕鬆嘛 第二個動作 是螃蟹走路 螃蟹走路就是這樣子 往外跨 對 瓜哥很緊張 你有沒有感覺到 臀大雞跟大腿 大腿有一個張力 好 偷跑 太緊張了 好濃蟹 太緊張了 如果你要加上比較進階的動作 可以跟著這個 這個是彈跳這樣子 對 這個很累 跳很累 這個很累 對 我大概做個二十下 很輕盈 瓜哥 做個二十下 好勸 瓜哥好努力 好厲害 謝謝你 我可以講話很厲害 厲害 然後再來第三個動作 還有 側面的是 大家喜歡這個翹臀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站側面 然後腳就是這樣往後 好 很好聽 對 要撐一下 瓜哥你腳抬到上面是要撐一下 要停下來 對 感覺你的臀大肌有在用力 有在處理 然後再下來 瓜哥肚子好想洗喔 然後這三個動作就是做一個輪迴 一次做二十下 然後做五組 這樣就差不多 基本啦 基本 對 一百多下 對 不穿了 剛剛跳得跳很累 對 很累 以前我回家 沒有練的時候 我剛剛回家要洗澡 脫褲子就這樣 太髒髒了吧 真的假的 就關節好像鎖死了 不是 東西掉了 你又這樣 好喘 現在練久了會不會 就剪了 對 就有機耐力了 真的 還要爬 爬還要練爬 爬會撥開你所有的關節 金啊 怎麼爬 爬馬褲 而且他今天要穿這件褲子 更像蜘蛛人 真的 超帥 這樣子你就不會全身變僵硬 對 沾黏 田醫師看你長髮 其實有一些頸部肌肉的姿勢不良 或是要長期三期看下來的狀況 其實我們通常物理治療的部分 會有做按壓的動作 通常我們會在眼睛的 晶瑩穴這裡做一個按壓 然後 太陽穴旁邊這裡 也會有一個按壓的動作 然後四白就是在你的眼睛下穴 這裡做一個按壓 藍一點的話 其實你就是做這個動作 它整個就會做到 去做一個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頸部的肌肉 後部要去做一個按壓的動作 大家好 我是飛機 這些會舒緩整個眼睛局部的壓力 然後眼睛視力也會干涉的問題 或是說突然間視力模糊的狀況 都會改善 那第一個就是 很多人的辦公桌是L型的 對 那比較常會這樣轉過去打字 或接電話 但這個是我還比較客氣 沒有翹腳 很多人都是這樣翹腳轉的 然後或者是再下去撿個東西 其實那個對脊椎都非常的傷 然後尤其是 脊柱兩旁的肌肉也是 很容易拉傷 或者是 那第二個的話 除了是沙發或是床 都滿多人這樣子 躺著看平板或者是手機 那這樣的話久了 就有可能會讓我們的 然後無力 漸漸你的頭會更往前傾 對 那第三個的話 應該大家都有經歷過 那其實我看到蠻多的是坐著 然後這樣又駝背 然後這樣子 對 小朋友很會 很愛這樣 對 小朋友很多 然後又翹腳 就等捷運的時候 所以其實這個是 非常非常傷我們的頸椎 那我一個一個來 教大家該怎麼辦 因為既然是懶人包的話 就是 直接在地就直接坐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 比如說我們彎這邊 那我們就先回到正中位置 然後坐好之後呢 首先搓一搓 搓個10到20下 然後去敷在你的脊椎旁邊 對 讓它就是 不要那麼容易抽筋 那之後再從反方向 慢慢的抓著你的椅子 往旁邊轉 那這時候要確保我們的骨盆 跟膝蓋都不要跑掉 然後大概拉10到20秒之後 再慢慢的回來 之後再道別 另外一點 這其實滿舒服的 對 請問一下怎麼樣確定骨盆 跟那個脊椎沒有跑掉 可以看姿勢 然後或者是我們要促整 看有沒有角度 上下左右前後這樣 而且轉要轉多少啊 大概就是摸到你的椅背就好 對 你不要變大髮 轉太多了 對 那第二個的話呢 既然你是這樣子趴嘛 那我們就不要動 就稍微移動一下 變成人面師身 就是這樣 扶著 然後撐起來 對 那此時你可能會覺得 手啊 背跟胸這邊有一點緊 那我們就撐到不緊 再放下來 或者是撐兩分鐘 那我們就做三次就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大家都無法避免的 就是低頭組 對 所以如何要做一個 很秤直的低頭組 就是我們先把下巴收回來 然後再低頭 這樣就比較不會傷到我們的頸椎 這樣會有雙下巴 對啊 對啊 這不好看 對 大家想要戴緊套呢 還是要雙下巴呢 雙下巴其實是不錯的 還有一個運動可以練習 就是我們往前伸 這樣 這樣可以好像跳舞 就是往前喔 不是 你脖這個頸部這邊都不要動 肩膀 就是只有往前伸 對 大概二十到三十下 這樣就可以舒嬅了 對 因為一開始 如果我們是直直的話 這樣子就有 五點四公斤左右在這裡 對 那萬一你在前行一吋 大概二點五四公分 就會多九公斤 那如果像剛才小Call 是這樣子看的話 就會多二十五公斤 因為大概六十度 所以加起來大概有一個小三的學生 坐在你的肩膀上 對 所以這樣子壓力滿大 所以我們感覺被害人 對 現在看上班族疲勞正過去 吃零食好輸壓 當心健康大崩壞 好 我要來分享的是一個 五十三歲董娘的案例 董娘能有什麼壓力呢 董娘的壓力 大家是無法理解的 因為她的壓力就是 每天要應酬 她想說應酬就吃吃喝喝 對 但是她是真的要跟人家吃吃喝喝 要真的擲缸的下去吃下去喝 所以對身體是個很大的負擔 而且董娘她們應酬的這個範圍 大概就是都是一些高級料理 所以不吃完真的也很可惜 這真的每天這樣吃的時候 她真的是很煩惱 因為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所以她真的是陷入兩難 而且最重要當然就是身材 這樣的身材 當然會有 那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她自己想的方法就是 那我白天小吃一點嘛 這樣維持了一陣子還可以 可是她有一個罩門 就是她的小孫子 小孫子很可愛 她要帶她 所以小孫子有時候 吃不完的餅乾說 吃了一口之後 她就忍不住 有時候老實說早上7點起床 到下午4點 這樣一整天又不吃 哪兒 受得了 所以她就會跟小孫子一起 啃一些餅乾的糖果 久了就變習慣了 她想說我吃不多 我吃一口 兩口 三口 結果 我娘才165公分 所以她來中醫尋求協助 有一部分就是想要改善這個 而且血壓變高了 所以就是這種三高 我們就建議她說 你三餐一定要正常吃 你可以吃少一點 可是不能不吃 而且每一餐一定要均衡 有蛋白質 要有脂質 然後還要有維生素 然後這樣子吃之後 你去應酬 挑你沒吃過的吃 她說 應該沒有 我說那你就是 改變一下形態 因為這如果是你的生活形態 你也不知道還是要應酬 你還是要改變 所以做這幾個調整之後 我還教她一個很厲害的 血味按摩法 因為懂得還是要吃嘛 所以她吃之前呢 我就叫她在肚臍旁開三根手指頭的位置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代脈 中間講代脈就是 它像一個皮帶一樣 它把我們全身上下 直行的一些任督二脈 或是其他的胃筋 乾淨的穴道 把它蓬在一起 如果說這個代脈 它能夠緩得緊一點的時候 整個的筋絡的循環就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叫她在肚臍旁開三指 這個添出穴位置 只有你的一根手指頭 或是整個拳頭可以看你的脂肪厚度 你就去刺激它 它其實就是在我們解剖學上 腹直肌臍的這個邊緣的位置 所以你刺激這個位置 它可以打通上下兩個經絡 這樣你就是可以 帶一些你自己的脂肪 真的嗎 真的 而且可以抑制你的食慾 它對你減小腹的效果特別好 需要多刺激它 這樣會不會太刺激了 對 一天就是要連續按五分鐘以上 五分鐘 所以董娘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檀面上大家在喝酒 她手下就在按這個 一直在按 按去的位置 所以她半年瘦了差不多六公斤左右 超級小吃非常好 所以她非常地有耐心 而且她就改變她所有的習慣 就是三餐都正常吃 應酬也照吃 然後就是多這個按摩填出去 然後每天去走 總正經驗堂兩公里這樣 就瘦下來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原來不是 按是靠左的 對 我們這樣是靠左的 走國父經驗館也可以 我想我們來檢測一下好了 現在很多有骨粽問題 所以各位可以做一個檢測 要檢測自己 好 鑫子 各位觀眾朋友你可以試試看 夠不夠挺拔 各位觀眾朋友你試試看 腳跟貼牆壁 屁股貼牆壁 後腦勺貼牆壁 然後這叫三貼 如果彎腰頭背的話 就貼不太到 對不對 夠挺 雙手合掌 這叫四貼 瓜哥看你有沒有辦法 四貼 你就知道整我 好 屁股 後腦勺還不錯 這樣就有三貼 雙手合掌 四貼 有耶 這樣就夠挺 有沒有 所以要養成這個習慣 夠挺 可是你沒有發現我在抖好嗎 對 這個 要養成這樣 很自然就可以挺到這樣 這表示你的體態夠挺 我們要怎麼學習放鬆呢 對啊 學習放鬆的確要學 因為臨床上很多病都說 我很放鬆啊 我很放鬆啊 很放鬆 對啊 所以放鬆我會鼓勵一個口訣 叫做 各位現在坐好 坐好坐滿 我們也用站著就好了 然後眼微閉 齒微分 眼睛微微閉起來 然後調起 慢慢吸氣 慢慢吐氣 在吐氣的過程當中 感覺一下 臉部的肌肉有沒有放鬆 脖子有沒有放鬆 肩膀有沒有放鬆 手有沒有放鬆 如果覺得哪個地方沒有放鬆 感覺到再重來一次 放鬆一下 然後這樣練習幾次 這是基本的先做 我鼓勵大家多做一個動作 腳打開微蹲 深蹲嗎 手打開 然後光做這個動作 然後開合 開合 然後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多做的時候 要接舞 這個腳尖看看個人 朝前或旁邊都可以 重點是要挺拔 讓你的背肌 腰肌 腿肌 臂力同時 1 2 這個動作你有空就做一下 做個5下 這很難 這女生做起來其實滿性感的 因為你這個動作做的時候 有沒有 越來越快 因為體能就會很好 好快喔 謝謝 前衣師身體超好耶 好厲害 突然讓我想到那個 國慶閱兵的時候 在總統府面前要那個有沒有 磅隔筋 是不是 磅隔筋 在那個媽媽族群裡面 她就是在抱小孩的時候 因為她的肌力不夠 所以她身體會往前頂 然後她要用肚子去撐那個孩子 真的 孩子頂起來 她就是用你手沒有力量 對 她用肚子去撐 然後就會久了之後 她真的身體就變這樣子 然後因為身體撐 那沒有小孩的時候怎麼辦 就脫背了 然後所以就會看到很多孩子 很多媽媽在生小孩完了之後 整個身形就大改變 身體骨盆歪斜的時候 然後上面就會去改變 那個身體的重心 那其實最常見 像離我這邊看到 就是翹腳 妳剛剛提到 妳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 有一個可能是翹腳 因為其實女性穿高跟鞋 然後坐著穿裙子 一定要翹腳才漂亮 這沒有辦法 而且瓜哥我跟你講 有些真的沒有 我以前可以不翹腳 但我生三胎之後 不能不翹腳 因為可樂很自然打開 對 你不翹腳會很想開腳 對啊 我就做我也是 我現在坐在這邊 我好想開 那這樣怎麼做附件 妳都開成這樣 其實妳就是有意識的 不管有沒有在上節目的時候 比方說在家裡面看電視的時候 妳就拿一張紙出來 那張紙就夾在妳兩個膝蓋當中 有不抖吧 然後妳就有意識的去夾住它 那我們在做這件事的目的呢 是大腿內側要有力量 下腹部要有力量 骨盆底要有力量 那是板子 瓜哥太厚了 其實這樣也很累啦 對 你就是把它 因為它掉下來的時候 妳就會發現妳自己放鬆了 所以妳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那因為很多人會因為 就是下腹部沒有力氣 尤其生完孩子 老實說真的是這樣 妳就一直夾到鬆 夾到錄影完了 妳跟它抖到什麼程度 妳一直夾到 這真的抖起來就會這樣 你算真的會這樣 不一樣 因為我們男生有負擔 妳沒有啊 不過這個有個好處 不要說大話 就譬如說我們上班族 久坐的 妳只要夾一本會滑的雜誌 妳會用力對不對 除了妳姿勢會改善之外 其實它消化很多的熱量 快夾 快夾 對 是長一些腰痠背痛 或者說有些人 他是稍微就是 動一下就會扭傷 或是拉傷這種人 其實像這樣的人 他都除了妳說 固定姿勢過勞之外 他都有一個狀況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 就是有一些急性腰扭傷的話 有一些處理的穴道 就是可以按 就是我們的扭傷穴 它其實還滿方便 就在我們的手上 就是妳的 大概是食指跟我們的中指 往上推 推到最高的這個位置 這邊有一個穴道 然後另外一個穴道 它是在我們的第四指 跟我們的小指一樣 它是往上推 那扭傷穴的話 就是如果妳有一些腰痛 或是扭傷的時候 它就可以按壓這兩個穴道 就它按壓 它其實滿酸的 你會發現它酸的位置 會往上跑 跑到妳的手指 對我來講就是腰 腰椎這個地方 也是可以做到一個 放鬆的一個功效 周期步就去喘吁吁的 當今成為高齡肺 那我們這邊就有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其實在家就可以做了 就是用一個簡單的 一個吹氣球的測試 它就是說你不知道 那個瓜哥要不要試試看 吹氣球的方式 因為這個力量它影響非常多 包括氣球它的強韌度 還有你的力量 對 都有關係 所以我們只能做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評估 有力 一口蝦要縮起來 對 不錯 很好啊 正常 很好 這個應該很好 他就把它縮起來 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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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第二口氣了 難怪你這麼能哭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又是 一口氣 太大了 他拚了 他那一口氣 還不錯 怎麼沒有後勁 沒有後勁 你是不是 吹了 這方式不對 可是我肥無量應該蠻好的 這個 OK 你先來 感覺很累 我先來 你有點滿天溪溪的感覺 來 那我們來看 被我打氣痛 來 請說等一下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的這個氣球的大小 大概它這邊會有一個範圍 現在會建議說 如果說你真的平常 有在做一些相關的 怕的話 如果你發現你這個突然 原本吹的都十幾公分 突然掉到很低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可以多注意一下 那其實這個 只能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判斷 真的有問題 我想還是必須到醫院做 專業的機器的檢測 因為現在機器非常的方便 那個一吹就知道說 你的被攻冷的狀況 為什麼今天會提這個東西 是因為其實我們在目前 我們在去年的國健署的報告 其實我們的 那個下呼吸道的疾病 其實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下呼吸道的疾病有哪些 裡面有一項很重要的 我們其實都忽略氣喘 其實它在我們的國健署的 106裡面 它占第七位的死亡率 它是其中的一項 所以我們都覺得 以前都覺得氣喘沒關係 不會怎麼樣 其實問題很大 很多年輕人都覺得 這樣了自己年輕 十幾二十歲的氣喘 醫師會跟你說你氣喘 叫你固定用藥就不聽話 用了一個月跑走 就等到下次發作再來 他這樣反覆幾次發炎發作 發炎發作之後 那這樣以後等到一次很嚴重的時候 可能一來就 呼吸衰竭就插管 這個是很嚴重 這實際上都有這種的案例 病人他本身是腰痠背痛 已經甚至嚴急到 他的身材是胸型走中走樣了 像一個十八歲小女生 他媽媽來找我 其實就會小朋友的一個 月經不調 頭痛 結果我們就詳細問了 也會發現說 其實他的傷生活狀況好像還不錯 我們就開始慢慢幫他調 結果沒想到有一次我發現 為什麼一個醫生會害一個病人 從B罩杯變成飛機場 醫生本來應該救人 而且我也是算是 好像很會豐胸和減肥女醫師 為什麼他被我越調一個月 變成B罩杯變飛機場 我就問他說你怎麼啦 怎麼會這樣 第一個是 我只問出第一個 剛開始的時候 他說他上課應該是這樣 他寫功課是這樣 背數是這樣 假醫師他們說的 大家都不是這樣 他們都是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高中生都喜歡是知識 不對 寫算數 寫數學 寫物理是這樣的 其實第一個姿勢不對 他從裡面變高B奶 大小奶 第二個是 因為他媽媽拖給我之後 他媽媽就去法國了 就要把零用錢花光光 他就是沒有錢吃飯 他把全家的雞精 低雞精 B群 維他命 全部都是一個 包括健康奶這些 他沒有吃過任何三餐正常 所以他立刻就變這樣 那時候我們很快 就開始健脾胃 就從腸胃左手 那小女生很快 只要是給他調理一下 讓他在蛋白質 還有均衡營養之後 很快大概兩三個月 就比較OK了 但是他的胸型就是變成 要一直去瞧他 我們就教他一些健康的姿勢 還有這些按摩的手法 所以我今天帶來懶人幫 和佩博士 我教大家一個 隨時隨地都可以自己 幫自己按摩 和幫家人按摩的方法 我假設我是一個 划船的一個舵手 然後瓜哥是一艘船 那我們就用三個動作 第一個是 我們在划船的時候 第一個要試水溫 所以我就先按住他的一個額頭 讓他不要動之後 我自己45度腳按住他 試水溫不要是往水面下 我們就是從風池穴去按摩他 有沒有很舒服 有 很輕柔對不對 而且眼睛會亮 因為風池穴主管我們的風盤 好亮喔 還有 瓜哥 他好亮喔 但量還變大了 因為很痛啊 就這裡二 風池穴的按摩是輕柔的 就在水面上按就好了 按完之後 記得一定要按住之後 用45度按另外一側 要相對側才會平衡 這是第一招 那第二步是划船 第二步是我們要開始去暖身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手 當作一個槳對不對 第一個是大魚祭 再來是掌根 再來是小魚祭 再來是指腹 就用這個一個順序 就1 2 3 4 魚祭 掌根 小魚祭 指腹這樣子 這搓揉從我們的斜方機開始 打電腦很累 昨天晚上打麻將很累對不對 對 看手機 斜方機 看手機很累 對 它這上面佔了兩個小人 那我怎麼辦呢 我們就用我們的大魚祭 還有掌根 小魚祭指腹 做圈狀按摩 從上面到下面 這樣去按摩它的一個斜方機 去讓它舒服 重按輕移 重按輕移的方式 去讓它舒服一點 那第三個是 如果說這樣按完 你會發現說好像很不深層 因為我沒有辦法 抓到它的一個機械 怎麼辦呢 好 開始要划船了 我們的手要按摩油之後 從上面 慢慢把它的一個風直穴 這邊那個頸椎旁邊的肌肉 捏起來之後 再往它的鋸骨穴 你再捏起來 往鋸骨穴移 可是你也知道說 我好歹是老女中醫 體力可能不是很夠 所以現在開始 我們還是會藉由一個科學化 科技化的一個數據 一個一個工具就是 妳終於要動用情趣商品 對 妳用這個動作的按摩器 就是我把它肌肉提起來之後 用按摩器下去 它之後它的按摩更舒服 所以我們按摩它 記得就是要輕輕的 我按住保護住它骨頭 從它的肩下度 應該買這個機器 對 應該買對不對 我按得要 它的按摩有很多強烈 就這樣按摩之後 讓它的肌肉放鬆 不管是瓜哥要打麻將也好 健身也好 或是上班 其實它的一個舒服度 可是周圍面也在賣這個嗎 有這種按摩槍或整體槍 現在非常的多 像這個地方也是 剛才那個伊茲說的 那個頭巾 骨頭不行 骨頭不行 要頸都賣也不行 就肌肉 要頸都賣也不行嗎 對 肌肉層就可以了 包括你的腰 像側腹肌這邊非常好用 這裡 對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像擴張機模型 IPBand這邊 就是你運動完非常受傷 這個地方都很好用 這個真的很好用 你看看電視自己按得還蠻舒服的 對 看我 看你這樣 喔 好正喔 你再買一隻回去 你就不會拐 這感覺會很開心 對…這個很好吃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按摩的效果了 是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看周欣 我們大約5分鐘 … 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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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